Hello, Welcome, Color Finders 第八集,第一節 今天要講公民意識 講到公民意識,我先講講大家沒有這件事 新年人是不存在的 首先,我們一直以來都避開政治話,是不講的 今期,起碼在我個人的立場來說是不講不可以,一定要講 因為很生氣 今天我特別生氣,特別生氣很簡單 如果大家有看新聞,我就知道為何特別生氣就是因為紐一 那我紐一的事件 紐一事件 因為現在是正在發生的 可能你們看這個節目已經過了一會 可能已經過了一個禮拜 不過我已經很生氣,所以我一定要說話 不要說個禮拜,我應該今天回到報告 這麼快? 我也是很不爽 好,那我們繼續說 如果大家不熟悉的話 簡簡單來說就是一人偷東西 偷東西之後不爽,被人抓到不爽 不熟悉,被人打打,被人管走 去了警署,落了案 承認自己有偷電話的喉 不爽,叫一大群朋友回去搓鬧 一搓到那個喉 又被人搓,不爽,然後又出狗回來 然後又叫一大群人出去示威 就是這樣一回事 示威是甚麼呢?就是種族主義的事件 就是說我們跟人下利馬的人 當然這個不是所有現場的人都這樣認為 可能是一步運 一句說完 如果你還想著這件事是一個種族主義的事 而你自己也是抱著種族主義的想法 就是我跟誰被人欺負 那你就蠢在一見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的重點不是誰被人欺負 而是這是一個政治手段 到最後,所有一切的關於動不動 就跟你說 你放個十字架上去 你對我的穆斯蘭 你對我的伊斯蘭教育 又威脅 這些所有一切 把蟑螂走出來跟你說 我要燒臨管應的聲音 因為他們是一個Racist 到最後 這些一切一切都只是大氣 所以大家 你說需要緊張呢? 是需要緊張的 但是需要緊張的 並不是你會被人打這個事件 而是你的國家在走去滅亡的路 以及你根本什麼事情都做不到 為什麼呢? 因為你沒有公民意識 所以這是一個直接連帶的關係 因為出席海流一的事件 那個所謂的暴亂 那個所謂的商人暴力事件 五百多人的那群混蛋 他們也沒有公民意識 受打的人也沒有公民意識 我們自己看的人也沒有公民意識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到那些事件 反應是什麼呢? 不要落企丘 很亂 但是事實上 快點分享給朋友們 我有公民意識 我給你看到訊息 就等於 如果你想這樣就是公民意識 這樣就可以做什麼呢? 是不行的 因為這個只不過是公民意識 第一步就是做話題 而他們在做的事 比起你高更加多 為什麼呢? 因為別人製造話題 那時候並不是在網上製造 而是在現場製造 大大力地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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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地製造 給你看到 我是比你的 但到最後他們生病的是什麼呢? 是上課他們的老闆都在吃錢 吃到餓 搞得到現在就是破亡了 大家 我們來看看 大選兩年裏 到今時今日發生的事 是什麼呢? 一開始就跟你說 阿伯拉幾戰 我先表明一件事 話印 話俗 我們這些皮膚顏色的人 在這個國家被人打壓 絕對是一個事實 這是百分百的事實 我們亦都無需要 無需要 去 游雪糕去 亦都無需要 減低這個事實 這個絕對是事實 但是 到最後 我想問一句 你身為一個受害者 你是不是選擇了做受害者呢? 我是被人打壓 但你不代表我需要做受害者 受不受做受害者 是你自己選擇的 那你要怎樣不做受害者呢? 很簡單 你將自己升華到他的主義上 更加高的東西 就是譬如說 如果他跟你說種族主義 我偏偏不跟你說 我讓你們說 我不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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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問你 婆さん 那是 我不是說 我不會搭配 你不是說 為什麼是你一個華人 你連這事都做不到 你說你是馬來西亞人 你要在馬來西亞得到你需要的利益 那你就應該儘管 做回一個馬來西亞人 應該做的事 就是最基本 馬來西亞人 如果你沒有理直氣壯站出來跟別人說 我是一個馬來西亞人 而你可以做到足足交足功課告訴別人 我的身份就是一個馬來西亞人 你怎樣可以由受害者的身份跳到我為國家服務 或者我為自由鬥爭 我為人民鬥爭這件事你是做不到的 所以到今時今日我們有的階段就只有這麼多 我們看看兩年內發生的事情 怎樣會延伸到尼納一這個事件 一開始大選輸了 但基本上是輸了 但到最後他還是贏了 為什麼呢?因為都是由他講的 說吧! 你要看這個 很想的 在這段時間內 第一年我們就看到各式各洋的組織走出來了 第一個就是伯格沙 伯格沙在大選之前都已經冒免了 但在大選之後呢 就大大力露面 一個是伯格沙 一個是伊斯瑪 兩邊都大大力露面 賣的東西是什麼呢? 賣的東西就是我們馬來西亞人受創 他們在做的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把一個統治的 即是統治者 統治者 我們還有兩個東西 我覺得是需要說的 政府是一件事 你現在有的人 在政府裏面是一個政黨 簡單一點來說 我不是在那裏反政府 我是反過你這個蘭州政黨 錯過了那個蘭州位 OK? 政府只不過是一個機械 是一個國家的機械 你放什麼人上去 並不會改變那個機械 那個機械是重行的 所以現在 你們看到 我們在大選角度看到的東西 你們不可以做的東西 就是把這個東西 跟政府這兩個字連繫 因為很簡單 這個不是政府的問題 政府只不過是一個機械 就打個比例 有一堂車 有些人開車為了殺人 我開一堂車出來亂撞人 另一個人開車是的士路 我開車出來載人 那堂車是不是車的錯呢? 不是車的錯 是人的錯 是司機的錯 我們今時今日看到的東西就是司機的錯 那你大選輸了之後 我要將他們要做的東西 我將我的政黨的斗爭 變成一個種族的斗爭 所以他將兩樣東西連繫 因為這個是他一直以來都在用的手段 就是將你的皮膚的顏色 和你的政治的身份 一起連繫 這件事呢 是各陣政府 各陣的各大黨 一直都在做的事 貓華語都在做的事 怎樣的呢? 他又跟你說 我是為華人的利益 去鬥爭 但是他什麼都沒有做 就義無統 是抱著 我以馬里人的利益 做鬥爭 但是他家賊最多的 正正就是馬里人 如果你沒有看過這件事 你去隔工就看就行了 你看警察看看 警察看 警察還在我爸爸還在工作的時候 起了過身 警察在7年前 在我爸爸還在工作的時候 他告訴我 到今時今日21世紀 警察的人窮到什麼程度 我種到 我是種米的人 我沒有機械 給我去耕耕田 我到今時今日 都已經去用牛 收割了之後 我用火燒了整個田 然後再種 我試問問你 若然武統 是真的在幫媽里人 而是真的 抱著一個這樣的心態 而令到你 身為一個華人 覺得這個政府 都是幫媽里人的 那鄭文勝 那些人怎麼解釋呢? 鄭文勝 那些在沙拉瓦那裡的土族 我們練土族 你看看我們華人 我們練土族 都可以 跟正黨的人 跟皮膚色的人 跟皮膚色的人 為什麼呢? 很簡單 因為到今時今日 你一直在玩 都是這個問題 但是你看看土族 你看看沙拉瓦那裡 你看看沙拉瓦那裡 原本所說的是 保留地 留給他們的地 都可以搶走 然後拿來是氣壩 拿來是水壩 為什麼可以這樣呢? 你的樹木一直在斬 那些地 原本全部都是 保留地 到最後去斬了 後 土族回到土族的部門 爭取他們的利益 那時候 土族部門告訴你 如果你是一個原住民 你不是本地 你不是土族 你的所謂的利益 並沒有在國家的善法裏面 受到保護 這個是現實 如果大家想知道 這個新聞的話 你可以去看看 在2010年的新聞 你查一查 在沙拉瓦那裡 這件事件是在沙拉瓦那裡發生的 是不是 你還不知道呢? 這件事件 剛剛好 在沙拉瓦政變過後 就會發生 原本還沒有政變之前 這個地 都依然是他們的 雖然他們沒有調查 但是到最後 換了之後 州政府要賣地 賺錢 他就把這塊地賣了 賣了之後 有一幫人 幫這些原住民爭取 但是什麼都爭取不到 結果就完了 剛才這樣說 那就是上一次他們在周遙以前抗議那一份 沒錯 這個是其中一個 你看得到 整個流程之中 他做一套 他做一套 他講一套 他講的那一套 他講的大故事就是 馬里人受創 因為我的政黨代表馬里人 我受創 就等於你受創 我 我受創 我受創 就等於你受創 就要 我是一個 我是一個 穆斯林 就等於 你看看這些唐人 全部在搶我們的東西 就等於 你們穆斯林的東西 一同被搶 所以 兩天前我們會見到 五百個傻子 走出去打人 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回事 你可以可憐他們 你可以憎恨他們 但是到最後 這件事是 改變不了的意識 為什麼呢 很簡單 因為你是黃皮膚的人也好 你抱著的心態 跟他們的心態是隱無一樣 只不過 你沒有辦法用暴力 去實行你的心態 因為到最後 你自己也是一個種族主義者 為什麼呢 因為我回到華文報紙的時候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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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你出去沒有私量 過年那時候才放下炮漲放下 這樣就叫做傳統文化 這個要問問市民村 沒錯 到最後 到最後 你的身份 亦都是被當權者索造出來的 而你相信這個身份 所以你沒有辦法反去 所以你永遠的格局 就是流海 馬來西亞華人 這個格局裡面 但是馬來西亞華人 那是什麼村來的呢 你馬來西亞華人到最後 沒有辦法可以大大力站出來說 我為馬來西亞人的身份來調查你 因為你不是馬來西亞人 你從來沒有當過自己是馬來西亞人 你當自己是馬來西亞華人 這個身份是不存在的 這個身份 MBC 這個身份 我很直接這樣說 這個身份是索造出來的 這個身份是一個政治身份 是政治人物索造出來的 幾十年後 政治手段 政治手段索造出來的 就於柳一哥的事件 也是一個政治手段一樣 其實是開始不是這樣的 原本開始根本都不是這樣的 只不過是一條仆街 在網上自己的blog那裡 寫成這樣 一想一想一想 就無緣無故就滲起了 我們可以怪那傢伙 寫這些東西 但是 如果我們站得更遠的一步 那個問題是 為什麼這些人會被滲動 而我剛才給你那個答案 就是那個答案 因為他一直以來的那個政治 故事 那個政治環境 還有製造的整個故事 narrative 就是在談這個事情 所以滲不撐 他就可以使用這一招 而你當他使用這一招出來 你身為一個華人 你的反應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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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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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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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digital 第一年過去,一大堆林鄒夜過後,第二年,年尾那時候,我們就見到1MDB的出現了 我們講到幾點了?還有多少時間? 10分鐘的時間,我們繼續講 那1MDB是什麼呢?我想我留在下一個環節先 基本上就是一個很大塊的寄物 到現在,這個很大塊的寄物,大家不用說了 你連報紙頭條都已經出來了 我去年12月就開始看這個新聞 看到現在才肯報紙出來,因為數字都是熟春的 那你報紙報到出來,為什麼呢?很簡單 有一個美國報報了出來 美國報了出來,是美國報到出來後,你才來報 你才無辦法,這個事件太大了,在網上已經爆發了 然後你中文部才報出來,但是中文部報出來的時候,你也是不清不楚 她的新聞只不過是跟進說,你也沒有,你的手中跟你說我沒有 然後再之外,你發生什麼事呢?厲害了 就是,你剛剛那條混蛋的名字了,Sahit Sahit,他的位子叫什麼了? Home Minister 即是,這是什麼站? 內政部長 內政部長說什麼呢? 內政部長出來直接跟他說 不是入了國人戶口,但是已經用了大選了 你看看,各位 他可以,他身為一個,他身為一個內政部長 他可以這樣站出來,明打明話給你知 那些錢是偷舊了 而且是洗了他上一擺的大選,來困狗你 拿那個位 那謝文先生,你的反應是什麼呢? 你身為一個人民,你的反應是什麼呢? 你除了可以當那條屌外 你的反應是什麼呢? 你是不屌 吃書片 是的 你只有這麼多,明天繼續上班 就要我們拉回去大選那一晚 起碼對我個人來說,那個打擊也非常之大 大人到我可能在想 明天會不會大家一起出來革命呢? 明天會不會大家出來遊街呢? 誰知道 沒有 明天出來的時候 是大家繼續上班 什麼事都沒有 聽證止? 沒有了,好整,這個話題已經過期了 那謝文先生,若然你是這樣的心態的話 你有什麼辦法可以改變到這個世界呢? 或者你有什麼辦法可以改變到你的現象呢? 答案是你什麼事都做不到 因為你根本不想去做 因為你根本不想去負責人做這件事 所以 我們可以怪罪政府 我們可以怪罪一個政黨 但是到最後 這些人做的事呢 是絕對100%的錯 這件事你是不可以否認的 但是,正問一聲 你知道這些事過後 你自己的反應是什麼呢? 你做了什麼呢? 你做了什麼呢? 你自己的反應又是什麼呢? 你有沒有反思這件事呢? 當1MDB在你的頭條那裡 在報紙的頭條那裡出現的時候 你有沒有嘗試去理解這件事是什麼呢? 答案是大家心照得下 所以 我們就留下下一個環節 我嘗試 以我淺白的明白 跟你吹一吹 究竟1MDB是什麼蠢東西來的 OK 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